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郝导演员 你回答一下 就是是专业演员还是村里面 非专业演员 有一些是专业的 一些是村里面 主专业演员还是专业 你为什么问几个问题呢 你从他们的表演能够看到有什么差别吗 好 我还没关注 谢谢 他说拍摄格式好像是video 不是film 不是fini 那主要是因为成本的考量吗 对对对 你要说一下你 他说因为贷值 能透露一下你的预算吗 I'm asking him for the budget 或者一个范围 或者说 怎么怎么融资去拍这个 things 那个从字幕里看出来的 这个 钱基本上都是我自己投的钱 然后那个 没多少钱 十几万块钱人民币吧 He said that you can tell from credits that mainly the funds for the film came from himself and it's about a hundred of a thousand人民币 Any other questions 他说是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要有这个冲你去拍这片子 好长一段时间对中国当下好多这个 叫留守儿童 就是在家里没有父母照看了孩子的秘密 比较关注 所以呢后来就有了这么一个想法 就把他这个生活状态给展示出来 He said prior to the making of this film he had been very interested in and kind of a contemporary issue of having keychain kids like kids who are at home without anybody kind of looking after them so he eventually turned this idea into a film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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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问题 there's a question about a particular house uh near the end of the film where the young girl and boy went to to clean up and he was just wondering what's the house supposed to be is it like is it like kind of empty house anyone can go in and out of freely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这个 主要是像表现一下和以前 在大家印象中的那些状态不同的状态 就是大家以为比如说偷东西了 或者去某个家 不用得偷偷摸摸的 但是这个就依旺那个常态 就是说 好多 因为这样 在中国好多这样的家庭 特别多 就是全家都出去打工 觉得整个家旁边就没人管了 所以说他们那个 进入这个家就入 就好像进公共厕所差不多 你 just said that you know in terms of the use of the house 你 wanted to kind of present something that's contrary to a common notion where if you were to break into the house you have to do it very stealthily but he says that in China there are cases where all the adults are out working during the day and you can literally go in and out of the house as though it's the public toilet that's what he says 什么地方的家是家 应该不是北京 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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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到马侯的那个命运 因为感觉上她好像是被绑架了 或者是被卖为童工 然后她就这位女士就说 让她想起了那个砖窑的 黑砖窑的世界 可是她说片里面并没有很清楚交代 您能够说明一下吗 对 说得非常的 就是说这小孩被绑架走了 到底最后的命运是什么 也不知道 是绑架走了 但你到底是不是到了砖窑里边了 也不是一个确实的答案 砖窑这样的现象确实存在 好多童工在砖窑里干活 就是说这影片里面没有特别 准确的交代她 非得去砖窑 您是故意留白吗 对的 就是因为这个小孩失踪 她可能还可能有别的可能性 不一定非得 但这是可能性之一 他说他说他决定 让他离开了什么 对孩子的事 不明显然是否 他将冲架务员在砖窑工厅里 可以问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吗 最后一个问题 我问你 最后一个问题 你自己创作脚本吗 还是说它是以真实事件为基础的一个 就是一个有事实根据吗 那个好多事情吧 是就是长时间的听说的 然后我把这些事情 这些小孩的秘密吧 给它编到一个剧本里边了 就这样一个情况 它是各种各种故事的有关闻 调调调调调调调的事情 如果想做的话 那么它是真实的 在这个目标中 所以我们需要给巨大船 一个下一个 Schwartz的節目 谢谢大家